然後另外一件事情有人問他說 那你到底會 所謂制裁會痛的 就是針對普京本人 或者他的家人 相關的這些財產 甚至於包括這些 我們所謂的國際結會系統裡面 就直接把俄羅斯排除掉 這才是真正會痛 但通通都沒有 記者問他就怎麼閃躲 來看一下這段記者會 他應該會不會 他會想要開始 他會想要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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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會再與共同 你會想要解決 你剛才說 個人的手段 是你準備要解決 是要施程 不是要解決 是不施程 為何不選擇 今天 為何不選擇 好 這個記者會出來兩集的評論 有人認為說原來江湖傳說 拜登失智失能是真的 但也有人講說 其實拜登是裝死老狐狸 因為他背後想要利用石油來賺一波 各種說法都有 但大家的共識就是這個制裁 是無痛的制裁 根本沒有感覺 反應什麼 美國道琼的這個工業指數 一個戲劇化的翻轉 本來是拉黑 直接大跌九百九十六點 最後是上漲的九十二收盤 整個戲劇化的一個轉變 包括台股現在也漲上來了 連分析師都說 現在是絕佳的買點已經出現了 這是直接反應了 對你的制裁根本就沒有感覺 一點點效果都沒有 結果現在有一個人坐著眉頭 澤倫斯基 烏克蘭的總統 現在告訴大家 甚至今天看到他穿來 穿著這個休閒的衣服 已經不是西裝了 他說沒有人 全世界各國都沒有人 跟我們並肩作戰 前面說挺我們的西方國家 你們到底在哪裡 我找不到你們 甚至他現在有提出一個最新的方案 他要讓烏克蘭變成中立國 但是必須要有第三方的世界 來做這個保證 可是這個方案絕對沒有人會支持他 他還說他認為俄羅斯現在已經 把它列為頭號的目標 那剛剛講到美軍有一張圖 大家看了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美軍其實他在這個黑海附近 有派出全球鷹無人機 可是他的飛行的這個航線 大家看非常驚訝 他不敢越雷遲一步 連接近一點他都不敢 阿倫講說也不能太接近 萬一誤打誤射怎麼辦 插槍走火會出狀況 但這張圖出來大家說 美國你是有多麼的怕 會讓大家覺得很驚訝 兵哥你怎麼看拜登的角色 其實美國從一開始 在俄羅斯成兵邊境的時候 他就已經直接講說他不會出兵 然後北約也跟著講不會出兵之後 基本上泽倫斯基就陷入一個 孤立無援的一個狀態 我是覺得泽倫斯基很可惜 他沒有看清楚這個形勢 然後一直在期待這些西方的 這些國家會幫助他 結果今天他也不得不講出來說 沒有人願意跟我們並肩作戰 因為事實上就是這樣子 這些國家根本就已經拋棄他 你看美國記錯的 這些所謂經濟封鎖 根本不痛不癢 俄羅斯要是怕這些東西 十年前他就怕了 他怎麼會到現在才怕 特別是SWIFT 你也不敢去制裁他 更好笑的就是 美國今天甚至直接講 他說我們暫時不會去限制 他能源出口 俄羅斯對外經濟最大宗 就是能源出口 你能源不限制 你的經濟制裁根本就是玩假的 然後拜登還特別強調 我們所有的經濟制裁 是以不損傷美國的經濟為原則 那就不用玩 你一切都是以自己考量 對 每一個人都要為自己想 沒有錯 可是顯然你根本不是站在 幫助烏克蘭的立場 你完全只是站在 維護美國利益的立場 這樣子在我看來 烏克蘭就已經被人家拋棄 現在整個訊息非常的亂 包括你剛剛公布蛇島那個東西 有人講說那13位 全部為國捐軀了 也有講說那裡頭是82個人 82個人 對 那82個人 目前都已經投降給俄羅斯了 但是目前現在消息非常亂 我只能說 因為他們當地的報導 還有新聞畫面 已經炸射了蛇島的這些機器 不過現在外電的畫面太混亂了 是 所以我只能說 現在這麼混亂的情況下 當地的很多訊息 我們都無從得知 我只能說 我這一次對北約跟美國的決心 我真的是非常失望 好 預防委員 現在請教一下 相對於拜登的態度 人家說他裝傻 或者他真的傻 搞不清楚 現在我們看到普丁的部分 倒是讓大家覺得說 他真的 果然是戰鬥民族 真的很厲害 他昨天料了一個狠話 誰 西方國家 或任何一個國家敢干預 你就會遭受 史上最強烈的後果 你自己要承擔 講了之後 真的 沒有人敢去承擔 看看那個史上最強烈的後果 到底是什麼 所以他被形容是外科手術 會精準的打擊這些軍事的地方 美國官員說這個很快 可能很快 96小時之內基輔 首都可能就淪陷了 烏克蘭的領導 可能一週之內就會垮台 甚至可能會有新的政權出來 現在還有一個 這個新聞 普丁在24號宣布要出兵的時候 被爆料 他在21號有一個公開露面的活動裡面 一模一樣的衣服 一模一樣的場景 等於說他預錄了 那這個新聞代表訊息是什麼 一切按照普京的腳本走 早就知道了 他都算準準西方世界的反應 算準準烏克蘭的反應 照著普京的一切來走 所以他主宰了這麼一切 另外一個有人說 為什麼他不怕 因為底氣很強 俄羅斯基金在去年一月 去年六月的時候 他直接就告訴大家 我要減少對美國的依賴了 所以去美元化 轉向歐元跟人民幣 甚至他也是蓄積了整個國力 所以他的包括他的這個食物方面 還有包括他的石油 各方面能源 他都蓄積得很好 真的打 真的要封鎖 可能受傷的還不是他 那他有一個龍婆 其實龍婆在1979年 他就曾經預言過 說俄羅斯會出現極端分子 對歐洲發動戰爭 沒有留下任何東西 那俄羅斯有一天 會直接接管這個世界 成為世界的主宰 本來大家聽聽 但現在的發展看起來 好像是不是美國越來越弱 普丁真的會主宰這個世界 岳帆委員 你看美國的股市先跌後漲 在華爾街是最多人才 在做這種戰爭各種分析 因為他們投資太大了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就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 美國的制裁主要以金融為主 那金融為主誰來執行這個制裁 其實是銀行 可是因為有加密貨幣 所以俄羅斯的損失會變得很少 加密貨幣根本不像經過你銀行 他是去核心化 所以他自己就可以逃掉 所以金融制裁的效果不會太好 然後你有沒有發現 美國其實可以用更狠的放置 去對付他 美國沒有 所以這整個來講 而且華爾街的這些人知道 這個戰爭不會拖很久 對股市來講 就怕一場戰爭拖很久 第二個擔心美國出手很重 懲罰俄羅斯來波及世界的經濟 譬如說你講那個石油的問題 油氣的切斷的問題等等 美國都沒有做 所以華爾街這些人 已經看破了拜登的手腳 認為這個戰爭很快過去 更好玩一件事 你剛剛說一些腳本 都按照拜登來走對不對 普京 可是你回頭來看一下 其實美國完全掌握情報 那美國既然你掌握所有的情報 你的反應怎麼會是這個樣子 這個有沒有可能是一個腳本 其實兩邊都看過這個腳本 美國大概擋不住拜登 擋不住普京 可是跟他講不要做太過頭 不要再製造太多的傷亡 這個是很奇怪 這強國之間的遊戲 很多人是不曉得 因為普京玩的遊戲 是很好玩的 他跟德國見完面 德國總理見完面 說他要撤軍 他為什麼去得罪德國 不會 所以這裡可能這些大人物們 都知道這一齣戲 這齣戲其實民眾看在心裡面 為什麼 AIT的官網被大家出征了 還有另外一個人 下午也被嚴重的出征 誰呢 林昌佐 Ferdy 為什麼 我們休息一下 不要走開 馬上回來